他是大清帝国的开国之君,征服朝鲜,打得明朝再无一战之力,让成吉思汗的子孙俯首称臣,同时他也是出名的宠妻狂魔,靠选举登上了韩位,他就是爱心觉罗黄太极。 那么黄太极究竟是如何崛起的?后今又是怎样进化为大清帝国的?本期视频就让我们走进清太宗黄太极的一生。 黄太极出生于1592年,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,深受父亲的喜爱,他自幼就十分聪慧,精通骑射,因为自己的父亲和兄长常年忙于出征作战,所以七岁的黄太极就开始负责主持家政,而且干得井井有条。 在母亲死后,黄太极跟随父兄,开始迅速成长,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英雄少年。 当时努尔哈赤与原飞同家世,生有长子楚英,赐子戴善。 努尔哈赤想效仿汉人的制度,立楚英为继承人,但是又觉得楚英从小就心胸狭隘,不是合适的继承人选。 后来也正如努尔哈赤所担忧的那样,楚英与四个弟弟五大臣的关系非常紧张,楚英强迫他们立誓反对努尔哈赤,于是黄太极等人就向努尔哈赤告发了楚英。 1613年,努尔哈赤将楚英幽禁,两年后将其处死,并建立了八旗制度,任命黄太极掌管郑白旗。 楚英死后,戴善成了第一继承人,掌管郑红旗与湘红旗,然而戴善与后妈乌拉纳拉氏关系不清不楚,被努尔哈赤的小妾告发了,于是戴善也失去了继承人地位,转而支持与自己关系不错的黄太极。 1616年,努尔哈赤建立后金,称富裕列国英明汉,将戴善阿米、芒国尔泰与黄太极封为四大贝勒,黄太极年龄最小,因而被称为四贝勒。 后来,努尔哈赤又将吉尔哈朗、多尔滚、多多、月托也封为贝勒,并且规定,军国大士都要由八贝勒共同商议,这就是八王义政制度。 1626年,努尔哈赤突然去世,后勤政权面临着生死拐点,或是像历史上的那些歌剧小朝廷那样亡于内讧,又或是在努尔哈赤留下的基业上继续开拓。 八贝勒中辈分最小的月托,劝说父亲戴善,拥立四贝勒黄太极,戴善欣然同意,经由戴善提议。 朱贝勒推举十年三十五岁的黄太极为新一任大汗,黄太极虽然登上了汗位,但也要和兄弟们共享权力。 就连上朝时,也要和其他三大贝勒一起接受朝贺,不仅如此,就连八旗也是互不同属。 黄太极甚为大汗,有时竟也指挥不动他们。 此外,后勤还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。 明朝、蒙古、朝鲜环绕在后勤的四周,黄太极假意与明朝一合,趁明朝放松警惕出征朝鲜。 朝鲜难以抵抗后勤,被迫与后勤定立了城下之盟。 朝鲜仍是明朝的藩属国,但是每年都要向后勤支付碎币。 暂时打服了朝鲜以后,黄太极就气势汹汹地直奔锦州而去。 一年前,努尔哈赤被袁崇焕打败韩祸而死,一年后,黄太极又一次在袁崇焕这里栽了个跟头。 后勤歇为锦州,引诱袁崇焕,援军前来野战, 想通过骑射优势在旷野中打败明军。 袁崇焕也看出了黄太极打得小算盘,没有着急去救援锦州, 而是固守宁远,派祖大寿等人率军前去救援。 黄太极见锦州久攻不下,就带兵去包围宁远, 结果在明军的炮火箭矢之下,后勤死伤惨重。 黄太极只好撤回沈阳,开始逐步解决后勤的内部问题。 为了加强君主专制,黄太极重用汉臣,翻译汉文典籍, 仿照中原制度设立官署,设立负责八旗事务的官员, 削弱其主贝勒的权力。 二贝勒阿敏被幽禁,三贝勒芒古尔泰被割去大贝勒名号, 至此四大贝勒仅剩戴善和黄太极。 戴善主动提出不再与黄太极平起平坐, 黄太极成为后勤,名副其实的大汗, 奠定了确立君主专制政体的基础。 通过数次讨伐漠南蒙古, 后勤消灭了蒙古大汗直属的查哈尔部。 林丹汗在逃亡途中病死, 蒙古诸部纷纷投降, 黄太极还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, 至高之宝, 而明朝那边自元重患死后, 就再无良将能守卫辽东。 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相继向黄太极投降, 极大的增强了后勤的实力。 1636年, 漠南、蒙古诸部尊奉黄太极为伯格达退臣汗, 黄太极接受满蒙汉三族大臣劝进, 正式称帝, 定国号大清, 改元崇德, 还将投降过来的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三人都封了王。 之后, 清军多次进入明朝边境劫掠, 甚至一度跑到了昌平, 也就是明朝皇陵的所在地。 明朝连忙调集各地兵马救援, 清军调头南下, 继续在各地周线劫掠, 留下一地狼藉之后扬长而去。 四年, 黄太极第二次亲征朝鲜, 迫使朝鲜正式成为大清的藩属国。 1640年, 清军准备再次进攻宁远锦州防线, 黄太极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, 先在益州屯田, 然后分批围困锦州。 这场旷日持久的围困战足足打了两年, 此时, 黄太极的身体每况愈下, 但还是亲临前线决战。 1642年, 明军在嵩山大败, 阵亡五万余人, 锦州、 塔山、 嵩山, 相继被清军攻破, 自此, 明军再无一战之力。 然而, 黄太极是看不到大清统一天下的时候了。 1643年, 黄太极去世, 享年52岁, 妙号太宗。